你不觉得羞愧吗 二十七分钟 我们用了二十七分钟 拯救了公司最重大的危机 而你用二十七分钟 把公司近期最重要的订单给我搞黄了 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救回来 对不起 有些人像猪一样愚蠢 并不可悲 可悲的是 明明愚蠢 还不思进取 又蠢又可怜 其实我和你一样 我的出身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卑微 普通 不欺眼 我明明可以拼爹 我却没有 我白手起家 毕露蓝绿 创建了顶天光店 我除了我爹带给我的八百万 我三叔送我那五牌崭新的厂房 我还有什么呀 现在 顶天光店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彩灯生产商之一 全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的时间那么宝贵 我却要花时间来对付你这样 现在几点了 特别再刷 你被开除了 我竟然在公司就变了 没关系 不紧张 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时间大家应该都想办了 只要能躲开那帮工人 我说我什么本意都不一样 喵你别 你什么都不是 谁 做好事呢 做不上锦 命令而已 骂我是猪 你才是猪 你连猪都不如 猪那么可爱 你那叫猪 糟了 她怎么在这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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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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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碰我了 妈你 朱孝阳 朱孝阳 他衣服怎么在这里 吓死我了 喂 你要干嘛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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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你才可爱 你这个女人 到底想干嘛呀 你怎么一个人 一头住在这里呀 那个屁股这么小的吗 大胆的女人 你竟然敢看我的 你爸爸妈妈呢 别吃掉了吗 好啊 这个杨小猪 竟敢玩弄上手 明天就给你搬离纸 小猪不可以凶哦 不然你变成活腿的 糟糕 有人来了 喂 晚上吃口水猪啊 这个我会 要说的 不会是你吧 坐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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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厢 好吧 那我就救救你 行 不跟你说了啊 放我回去 真乖啊 明天早上下班 还要去上班呢 好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要说 你现在可成了咱们公司的话题女王 昨天有人从咱们这一场的女洗手间里发现了大老板的裤子 还有人看到你鬼鬼祟祟的从洗手间里走出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你怎么解释今天早上跟她一起来上班 那你解释 就好 其实今天早上我听到了房间里有男人的感情 现在想想 有可能不是惨叫 而是幸福的叫声 我真是忙了 哎呀 祝你别苦劳啊 和大老板的爱徒又不是什么件坏事 他虽然人品不幸 但是长得还可以 身材也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他晚上 我闻一下 那 我们代理所近五年经手的专利保护送送案例 整理一下日落签给我 我不是被刺切了吗 不会让任何知道我秘密的人离开我的事先犯 从今天开始 杨晓珠正式转为总裁助理 杨晓珠 你给我进来 谁让你把公司机密告诉你倒霉的 我没有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已经跳到了洪光科技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顶天光年被调查了 这么多年 我白手起家 毕如蓝绿 全让你给毁了 还有 是谁许你传 是谁许你传你跟我的绯闻的 我没有 不是我 那为什么昨晚的事情 现在整个公司都知道 我看你一脸无辜 单纯小白兔的样子 没想到你也学会了攀龙富凤 行走竭竭往上爬呀 第一 我没有洩漏公司机密 这件事挂在WAC的官网上 已经是公开的消息 第二 我不管你是龙还是凤还是猪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如果你想让我澄清的话 那我只能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这些同事们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断了床 你想说什么 适身裸体 私闯单身女下属的家 昨晚的事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这是我的底线 你如果敢说出 那我就 原来真的是你啊 你真的是竹晓阳啊 你还这么神奇 简直吻搜索什么 难怪你的秘密就是这个呀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样吧 我帮你保守秘密 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不答应 不答应我现在就开门把你丢出去 第一 不许对我打好打叫 工作做得好就要夸 做不好就鼓励 第二 我上班知道你不许扣我的钱 那是因为你订的时间太早了 第三 我现在已经在做总裁助理的工作了 你得给我涨工资啊 点头了 那就顺便你答应了 那我今天不加班 把咱俩先办吧 公司必须要及时调整战略方向 所以呢 我决定 立即收缩圣诞节庆战线 开拓新年节庆产品 调整外贸战略 开拓国内市场 从今年起 立即投入研发安全可靠的 电子边炮 所有的困难不是困难 是机会 陈州侧畔千帆过 并树前头万木春 今天的死路 有可能就是明天的风口 只要占个风口 那猪都能起飞 只要顶天请过来了 大家就永远都能 留在这里打工了 回来了宝贝 你谁啊 你玩这种情侣之间小把戏 我知道咱俩太长时间没见了 需要点刺激 谁谁 有小偷 谁谁 别喊别喊别喊 什么小偷啊 我是你未婚夫 你要干嘛 来这边出差 正好空闲两天 想你了 想见见你 好吧 那我先进去 我给你 这个这个 别管管 对不起夫人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 是我拍龙腹放 你放心 明天我就离开贵公子 不不 离开这座城市 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他的面前 谁让你离开了 这就是定金 要不然生活费 要不然把它当作猪资料的钱 也可以 所以那孩子啊 变成猪了以后特别能吃 别苦了你 我不理解 我给你钱是让你别离开他 如果你愿意照顾他 将来武光集团 所有的资产 所有的资产都是你们的 你有所不知 这是我们家族的宿命 孩子他爸 也就是朱董事长 他曾经是一个私有屠宰场的厂长 他为了撑起这个家 他每天不停地杀猪 他不止杀光了所有的家族 而且还深入山林 杀光了南山的野猪 于是 惹怒了外星猪 那一年 我刚生下羊羊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只外星猪 忽然来到了我们家里 我的丈夫 杀猪太阳 愿意深重 因而为此 父亲的案件 我们先说的东西 已经帮你 刚出生的案件 这天此 我们把人家 并把身为主 而创建为父亲人 如果在他27天之前 都无法完成任务 那他就会直接化身而住 有够的任务 啊 啊 啊 是个不 是个任务 找到他们这一代 或得人正在之外 啊 啊 啊 你们二三 这一辈子为了生 不疾悟啊 啊 啊 二十七岁 为什么不是二十七岁啊 啊 啊 啊